第十二章 献己与主当作活祭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 纯存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 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圈化的 就当专一圈化 施舍的 就当诚实 自理的 就当恩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圣徒的品行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护 善要亲近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推药 恩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上上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行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美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就座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爱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苦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作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庆憑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囚敌若饿了 就吸他吃 若喝了 就吸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成 反要以善性恶 你不可为恶所成 你不可为恶所成 你不可为恶所成